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但我永远记得 这是你最喜欢的演出 晓晓 做我的女朋友吧 答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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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可是 我喜欢秃顶的男人 这姑娘口味有点奇怪啊 好吧 我懂了 但我还是祝你幸福 但是 我们可以一起 一直到你秃顶呢 我吗 对 我和你 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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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来感谢你们 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 你记得好好对人家 那必须的 我一定会好好地照顾她 而且我还会带她 一起回殷勤联盟 那太好了 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 找回生就行 好 我去接个电话 你就是夏了夏天 对啊 我昨天在网上 看了殷勤联盟 击败S级贝斯的视频 你的操作和意识相当不错 学长过奖了 其他几位长老 有消息了 真的 你们调查到 其他长老的信息了吗 调查了 五长老五行缺金 他的身份是学校的保安 他不上网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被调回了夜班族 所以白天睡觉 晚上工作 就没有时间上网了 梁晶晶也知道这个事情 为此还去求了他们的领导 又把他调回了日班族 还有七长老七窍生烟 他的真实身份 是校外一家网吧的老板 一见东莱离开了 燕青联盟之后 他就被其他帮派挖走了 梁晶晶到最后 又把他重新挖回了 燕青联盟 这丫头动作倒挺麻利的嘛 看来现在就看谁能 先找到老帮主 一见东来了 你们查到一见东来的消息了吗 还没有查到 但是他有连续上线 三十个小时的记录 在半个月前就销声匿迹了 三十个小时 那这个人是个深度游戏宅啊 怎么忽然就不玩了呢 你们继续调查 有任何消息立刻告诉我们 明白 明白 这个一见东莱 是个满籍战士 综合战力排名挺高的 你说 他都已经混得这么有头有脸了 干嘛突然就不玩了 对啊 要不我们问问韩国伦吧 毕竟他是前帮主 应该知道的比我们多 你最近好像老是提起韩国伦啊 比提黄小光的词数多多 有吗 是不是发生了是吧 没有啦 不过我最近倒是经常见到他 这么巧 大概不会是他跟踪你吧 嗯 话题有点跑偏了啊 这里是图书馆 注意安静 要聊八卦回宿舍聊去 我们知道了 袁老师 会注意的 他是谁啊 继续查员 教数学的语文老师 你忘了 大一的时候 你还被他抓到过呢 面具师太 我想起来了 韩国伦给我回复了 怎么说 他说这个一剑东来 是一个技术很成熟的玩家 但他不太熟 不过 他跟全金属雪糕劈开过 全金属雪糕 你什么时候跟韩国伦 加了微信了 你之前不是不随便 加别的男生微信的吗 上次在食堂吃饭 她忘了带餐卡 就让我帮她付账 她非得用微信转账给我 我就加她微信了 你不知道微信转账 可以不加微信了吗 都是套路 小子 你是不是跟拳击如雪糕挺熟的 五成熟吧 什么五成熟 都跟人家一起